艺人孙耀薇及麦常青等一众人 于7月27日在尖沙嘴顶好酒家出席电影 《我们的六一般》啥可演 据悉孙耀薇在拍摄时出现了意外 在一场打斗戏中给另一位演员 用美国警察所用的手电筒误伤手指 小孙透露整部电影拍完后手指依然显得肿胀 静医生却认为手指骨头碎裂 但他依然坚持电影的拍摄 为此他也跟大家说起了当时的情形 这个伤是在刚刚开拍的时候的一场打戏 我就已经被一个 其实那场戏应该是我被很多人围殴 所以呢其中几个是带着武器 他们就拿着一个很长的手电筒 就是像美国警察那种可以打得死人的那种 刚好就有在我们在拍的时候 就被其中一个演员的一个武术演员的他的那个长电筒打到手 那个时候真的很痛 痛到其实眼泪那些都流出来 那长青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这部戏能够再一次让他重返校园 多其很多童年回忆 但在拍的时候是挺开心 因为我们回到学校里头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回到学校了 欧使了很多很多那些年的回忆了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详细就说 我们在开了早会的时候的小孩打架 就要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也是挺不听话的一些小孩 我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 所以很多回忆都回来了 他又透露今次起初饰演一个校长 但最后饰演校间兑换了角色 这次这部电影很开心 得到导演的邀请去客串 原本就是客串做一个校长 但是因为档旗撞了一点点 后来就做了一个校间 校间我就觉得比较舒服 都是开馈 但是我原本的校间是张国强KK演的 我是演校长 后来就跟他调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